医管局预计公立医院将会出现冬季流感服务高峰期 明天起开始一系列的应变措施 医管局说今年年中已经透过专责小组预先撥款7亿 提早为服务高峰期做好准备 唯有加快病床流转将会加强化验服务 致渗医生在夜晚周末和公众假期巡房的次数 护士和支援即是夜间人手等等 又为回岸需要开设临时病床 鼓励和安排同事参与特别酬金计划 聘请自选兼职与临时医护人员等等 又呼吁非紧急患者避免使用急诊室 也会增加普通科门诊服务 包括增加24,000个额外服务名额 当中大约3,500个在长假期服务 强调会密切留意病房的情况 中国和14个亚太地区和国家签订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将会在明年生效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一个论坛上说 香港属为自由港和贸易枢纽 如果能够加入协定能够发挥显著的作用 즉栏简 living房可能会所 con飓 Color 毁酒训关系协定能够发生 除了付过心理市场 今亿 gegen平安 PU 在第四什么室内 지났 us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 香港如果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话 可以透过与内地紧密关系 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相机 而外交部绝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说 香港日后可以在大湾区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外交部绝港公署特派员刘光源 出席一个有关大湾区的论坛 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经济体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即是RCEP将会在明年生效 梁振英说香港作为自由港同贸易枢纽 如果能加入一定可以发挥显著作用 刘光源说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的新典范 对港澳而言一国两制是最大优势 大湾区是最佳舞台 他说香港日后可以在大湾区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thanks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the improved electoral system Hong Kong has transformed from chaos to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nd has a big road play in the GBA and China's new round of opening up 刘光源又说香港和深圳应该继续推动创新科技发展 在走向亚太区的机遇 以提升台湾区在国际创科的地位 无线烈士记者吴森鱼报道 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学法通涵 公布试行版的价值观教育课程架构 在本学年试行 架构涵盖小一至中六学习阶段 课程包括加强学生的国家观念 加强生命教育 性教育和禁读教育 培养学生媒体和资讯素养 并加入勤劳 作为首要培养的价值观和态度 教育局说 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下 加强培育学生正面的价值观和态度 协助他们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在学业和生活等挑战 学校应该就有关架构 规划价值观教育 举办相关学习活动等 教育局会为学校提供支援 包括编制教学资源和教学事例等 教育局总结经验之后 会在下学年全面推行 用八达汤领取消费券的市民 最迟今天用完之前两期消费券 下个月16日可以拿到剩下的1000元消费券 否则就要再迟些先游得令 行街看器吃饭 搭车买东西 大家的电子消费券用完了吗 8月1日以八达通登记 拿消费券的市民 在今天或之前 已经用完前两期的4000元消费券 下个月16日可以获发 最后一期1000元消费券 八达通公司说 超过八成的人符合资格 但今日限期前未用完 也不用担心 除了在公共交通费用補贴领取站 八达通服务站看到消费额之外 也可以透过手机的用程式去看 好像我这样够4000元 就是符合资格 之前要补交资料重新登记的市民 上个月领取第一期消费券之后 明天可以领取第二期 透过支付宝香港 Tap & Go拍照 或者是WeChat PayHK领取的人 第二期消费券是剩下3000元 以八达通领取的第二期是2000元 无线电视记者聂卫义报道 科大成立亚洲首个跨国人工智能晶片设计研发联盟 科大联同士丹福大学 港大和中大 去年9月成立智能晶片与系统研发中心 国政府提供超过4亿元撥款 自今开展14个研究项目 包括透过结合晶片低耗能计算人数 团体说正筹划更多项目 期望为科技初创和较小规模的公司 提供度身订制的晶片设计 和软硬件协同设计方案 并希望持续扩大团队规模 目标招聘并维持一对60至80名 以本港中心为基地的全职研究人员队伍 为本港在人工智能晶片和硬件设计的国际版图上 争取一直为培育所需的人才 前深水埗区议员刘家恒一个前助理 去年年初在议员办公室门口 袭击黎示威的人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袭击罪成 判囚6个月2个星期 32岁的李逆桥被控去年3月9日 在办公室门口袭击一男两女 造成身体伤害 裁判官陈慧敏判决的时候说 被告多次以清洁剂 喷向其中一个女人的额头 加上站在后方突袭 前方的市民手无算帖 无路可逃 其中一次连续5次举起虎噴洒 应用行为可耻野蛮粗暴 又曾经用数把多次插向人棍 相信被告的反应过激 裁定一项襲击罪成 其余两个事主 裁判官说其中一人公词夸张 不值得顺利 另一人没有被传召出庭 拒绝接纳书面公词 裁定这两项控罪不成立 本港新增6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其中4人带L452R变异病毒株 确诊个案有3人是密切接触者 他们上个星期日从巴基斯坦经亚 加联游底港 家人确诊之后 在竹高湾检疫中心隔离 之后相计染疫 两名分别9岁和47岁的女患者 验出L452R变异病毒株 另一个1岁男童因为病毒量不足 未能做变异病毒株测试 其余三名患者分别从印度、英国 和菲律宾底港 包括一名外用 三人都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除了一名27岁女患者 检测结果代定之外 另外两人证实带L452R变异病毒株 明天起 1961年出生的合资格人士 可以申请落邮卡 他们可以透过巴达通手机应用程式 或者邮寄表格 申请为2元优惠计划而设的 个人巴达通落邮卡 如果以邮寄方式申请 需要在今年年底前递交 否则不能在明年2月27日 享用2元优惠乘车 政府会为首次申请者支付20元的申请费 各位父亲村的名亲村的街坊 上届都有参选九龙西排名单第二的西九新动力梁文广 今次自己担大旗出选 他形容自己出生到现在都和这一区分不开 基层日常接触放映活动 他们需要的时候都不够资源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希望参加一个音乐放映活动 我当时报是报一个小号 小号即是喇叭 结果资源不够 他就分配了叫我去学锁纳 锁纳即是中式的喇叭 这种令到基层的小朋友是一种打击 我觉得这件事不可以在如今社会发生 37岁的他是三个候选人当中最年轻 愿意听 愿意谈 不会违避 这件事我想这是最重要 也不要想当年和想当现 为什么好像不一样的样子 对 你看我真人都瘦了 从政近40年 近来换上新形象的冯检基 再次以独立身份参选 你个样子年轻了 美丽了 平时我不是靠这东西拿票 我靠工作有政绩和政纲去处理区内问题 而那些政纲的建议都有诊成 一些事能够立即做到 就要逼林郑月娥立即执行7比3 我们立即可以多6千个单位 68岁的他希望修补社会撕裂 我觉得政治应该老中青 如果整个政治议会都是20多岁30岁 你觉得这个议会是否知道掌握 一些长者的问题 我爱这个地方 我是要跟他们一起 改善改革这个问题 12月19日靠你放手 叫多些老友记去投票 你真是努力做事 知道 知道 今次记住支持 叫些老友记 三年多前 经补选进入议会的民建联 郑永迅寻求连任 他说议会经验令到他更加掌握 如何与政府谈判 过去三年发生的事或未来的新形势 新的环境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社会的默薄 对议会的默薄 对政府的默薄 清楚他们里面的运作 最新的情况是重要的 他希望继续跟进劏房问题 以往属于九龙西的三角分区 其中住户月入中位数最高的九龙城 在选区重新划戒之后 纳入了旁边的区 令到九龙西只是由深水堡 和油尖旺区组成 母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